叫分類表 分類 這邊的話 把範圍一樣選起來 先選兩個 Ctrl Shift向下 再向下 OK然後這邊的話呢把它改成叫 分類表 Enter Enter 這樣的話呢我們第一個 代號檔 的那個三個table 三個表格 就已經幫我建了三個名稱 那也就將來如果我要查限式 只要他是代號 那我就可以查到他對照的那個名稱 那部門跟 分類 三個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就是先把這三個表先建起來 另外一個概念就是你可以把整個選起來如果update的話自動會把底下的也增加進來 接下來的話呢 再切到員工 那員工部分的話 接下來的話我們其實可以 再把這個員工 部分的話 建一個叫員工表 如果說要查員工編號 的名字的話 那我可以只要有 放個員工編號 我看後面是不是也會有這種 查詢的需求 員工姓名 如果說他有員工的 相關資料 那我可以用員工編號去查 所以 這邊的話呢乾脆把這個 部分叫 叫員工表 還是 那選取的範圍一樣 先把這個範圍先橫向選取 再 CtrlShip向下 如果以後員工會增加 你就乾脆 再向下 他就會整個選起來 那你這邊的話叫員工表 然後客戶的話呢 叫客戶表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把這邊範圍選起來 然後一樣 按Ship鍵 按Ship鍵 先選橫向的 或者你用這樣選也可以啦 我習慣是選 第一個按Ship鍵 選最後一個 然後呢 接下來呢就讓他 向下選 CtrlShip向下 再向下 再向下 整個選如果客戶會增加的話 那這個叫客戶表 OK 記得那個快速鍵還蠻重要的 Ctrl 跟Ship Ship是 那個 那個範圍 然後呢 Ctrl鍵是 Ctrl鍵按住你可以在這個範圍上下左右 有沒有他會自動幫你Ctrl鍵按住 他會在這個範圍裡面做移動 Ctrl向下是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Ctrl向右是這個範圍的最右邊 Ctrl向上是這個範圍的最上面 意思類推 如果你多一個Shift是選取 Ctrl向下 所以這招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工作上呢你不會這一招 你如果用滑鼠慢慢選的話很容易選過頭 拉來拉去 實際上不是好方法 然後客戶表也OK的 商品表也把它建一下 所以看商品表 那把商品 商品兩個字 一樣 要拿這個當商品 商品表Ctrl 然後一樣 選取Ctrl向下 然後這邊的話呢叫商品表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叫 銷貨單頭 叫單頭好了 OK 然後 一樣把 A2 選到 H2 Ctrl向下 再向下 如果單子會增加的話 然後這邊 單頭表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 最後再一個 資料 阻擋 這個就不用了 就是前面這幾個 反正就先把它建範圍就OK了 好 那建完範圍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 再來就是切到那個員工喔 員工裡面的話 我要查什麼 部門名稱的話 所以第一個 待會請各位試一下 部門名稱怎麼查 它裡面好像有什麼 部門代號 OK 所以你如果說要查什麼 查那個部門名稱 可以用部門代號查到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客戶 客戶裡面要查什麼 客戶裡面要查那個 限制名稱 所以這邊有限制代號 可以藉由代號查出名稱 商品的話呢 可以藉由分類 的編號 去查到 編號的名稱 再來的話就是那個 所以後面的話單頭就是 客戶名稱 其實你可以從客戶裡面查到 這邊的話客戶代號可以查過來 再來的話還有其他什麼 縣市 縣市名稱 他裡面的話 縣市名稱的話 如果我要查到縣市名稱 那我其實可以從什麼地方看客戶裡面還有什麼 這邊有客戶代號 客戶名稱 所以你可以從 客戶代號裡面 也可以查到這個縣市的 縣市的名稱 所以這邊 後面部分的話 其他還有員工 名稱可以從員工代號查 部門名稱 部門名稱的話呢 我看一下部門名稱可以從 員工 對可以從員工裡面查 所以其實這邊 就是所謂的 互相的關聯 那關聯是資料庫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以前你有學過資料庫的概念的話 就會有relation database 關聯是資料庫 那這個概念喔 其實就是等同在 Excel裡面 去做 關聯式資料庫的動作 就互相的關聯 那關聯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用名稱 配合V1 可以把資料給查過來 OK 所以 最後再把那個資料阻擋 可以把它查完 這樣子的話 這邊就全部OK了 好所以也許 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第一個喔 先把那個我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什麼呢 定義名稱 先定義好 前面的話 分別就是針對什麼 代號檔 總共建了一二三個名稱 員工建一個 客戶建一個 品名建一個 銷售 這個銷售 銷售單頭就單頭 單頭表 OK 然後呢就建一個 然後面的話呢 我們要利用 定義好的名稱 做資料查詢 資料查詢主要是利用那個V1函數 所以請各位先 確定一下 你的那個什麼呢 這個 名稱是不是建立的 而且是否建立正確 試一下 那名稱的 定義範圍 我建議你 就是直接的 直接選D 一直到底下也可以